辉宝又和爱宝杠上 虽然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个局面 但是他们俩确实冷战了 辉宝拿着迷你版竹笋傲娇的坐在餐桌上 眼神里都是委屈的坚定 爱宝也是生气的跳往远方 这不忍得让我想起辉宝和爱宝冷战的时候 那委屈巴巴又傲娇的表情 唯一不同的是 辉宝是爱宝的第一胎 所以对付宝也有所忍让 也有着对突发事件不知所措的迷茫 而现在爱宝则成熟了很多 面对此时的辉宝表现得游刃有余 突然爱宝向前一步走 辉宝看到爱宝的动作以为妈妈要来哄自己 赶紧看向妈妈 还扔掉了手中的小竹笋药去银河 谁知道下一秒 对 爱宝走了 就这么大摇大摆明目张胆地从辉宝面前走了过去 此时只有一句话能形容辉宝的内心 我这心哪 拔凉拔凉的呀 看看 辉宝这次玩脱手了 辉宝你要记住 妈妈是妈妈 爷爷是爷爷 他们的处理方式可是不一样 也许是时候让老宋给辉宝看一看福宝的视频了 让辉宝看看爱宝是怎么对福宝下手了 不要看了 辉宝就会知道现在是多么的幸福 也必须给辉宝看一下福宝和爱宝多次冷战的视频 那辉宝就知道爱宝的底线是什么了 就知道和妈妈玩这套没弄 妈妈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为了安慰辉宝那受伤的心灵 不让辉宝会妈妈产生恐惧心理 建议再给辉宝看看福宝和爱宝母子子孝的视频 让辉宝知道爱宝其实是位特别好的妈妈 只是爱宝有着自己的育儿教育理念 你们说呢